下午3点,北京首钢队新主帅曝光,秦晓文顶星签约 球迷拍手叫好 欢迎大家收看每期视频 视频开头,劳烦大家长按点点赞 你的点赞会让更多喜欢首钢队的球迷看到这个视频 感谢大家的支持 北京时间4月19日 明天将会迎来辽宁队和广夏队的总冠军争霸赛 根据目前两支球队的阵容情况 大部分的球迷和媒体都比较看好辽宁队 因为广夏队和上海队的比赛当中 多名球员不同程度的受伤 并且得分主力胡金秋本赛季报销 赵延昊也是被担架抬出赛场送往医院 能否出战总决赛还失位之处 反观辽宁队人员整齐所有核心队员都是身体健康 如果广夏队没有伤病的话 和辽宁队谁能夺得总冠军还真不好说 在季后赛被淘汰出局的球队高层 也已经开始重新组建 球队为下个赛季做准备 那么北京首钢队在被吉林队淘汰之后 雅尼斯也是主动辞去了 北京首钢队主教练的职位 同时首钢队的四大外援也将离队 北京首钢是财大气粗 先后签约了李木豪 范子明等优秀本土球员 本赛季又签约了四名外援 使得球队在类线的实力上得到了补强 投入三亿资金 但是结果却让球迷们大失损望 虽然雅尼斯辞职主教练丹泽 但更应该承担责任的是秦晓文 最近随着北京首钢队的多名主力球员发声力挺秦晓文 这也就表明秦晓文下课的可能性不大 首钢队迎来重建 那么首先重要的就是寻找一位优秀的主教练 最近有消息秦晓文和刚从浙江篮篮辞职的刘维为 有过多次的接触 刘维为带领浙江队在本赛季直步于四桥 和上个赛季第三名的成绩相比较略有下降 在赛后发布会上 刘维为也公开表示将会辞职浙江篮篮主教练的职务 而后面浙江篮篮官宣同意刘维为辞职 并且把刘维为这几年的功劳也一笔带过 看来刘维为和浙江篮篮也是不欢而散 那刘维为辞职浙江篮篮的主要原因是 浙江篮篮在引进外援上不舍得投入资金 而北京首钢队是财大气粗 据说这一次秦晓文给刘维为的年薪已经高达500万人民币 首先这份薪资待遇是对于刘维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的 这也是其他球队给不到的 其次就是北京首钢队有资金 刘维为在球队组建人员调整当中可以放开手脚来做 这也是刘维为最想看到的结果 这几年雅尼斯执教北京首钢队在培训年轻球员上 可以说没有取得什么成绩 导致首钢队新老交替每年只能靠买买买来补强球队 反观在刘维为培训年轻球员上有一套成熟的模式和经验 进入到前三 为浙江篮篮培养了优秀的年轻本土球员 所以刘维为也是北京首钢队最需要的人选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看刘维为是否愿意加盟北京首钢队 刘维为的选择也比较多 自从刘维为辞职之后 多支球队和刘维为都有过接触 包括辽宁队新疆队 从目前来看北京首钢队是最适合刘维为的 双方需求比较契合 不过最终还是要看刘维为的个人选择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